伊万现在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锅炉工人 专门负责烧锅炉 工作勤勤恳恳的他 只能拿着微博的工资 甚至财务席个月都不给他发 唯一的爱好就是喜欢写战争小说 没事就会坐在床头苦思迷想 沉浸的他是一名军人 在当年那段不光彩的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中受了重伤 从此被迫退役 又没有得到很好的善后 所以只能在这烧锅炉勉强度日 一个黑帮大佬经常过来看望他 听他说着小说中的故事 每次来都会给他带来一些报纸 让伊万多一些写小说的灵感 他是伊万以前的战友 退役后选择了加入黑社会 并混出了一些名堂 其实他每次来找伊万 并不是单纯的聊天酗旧 他只是利用两人的关系 让伊万帮忙利用锅炉 处理掉他在外面犯下的命案 他每次来都会给伊万洗脑 说这些被他杀掉的人都是坏人 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而已 这位朋友 伊万很是相信他的话 这点小忙 他是一点意见都没有 锅炉坊也成为了 大佬回事灭迹的最佳场所 这种关系已经存在了很久 伊万还有一个性感漂亮的女儿 这种老婆抛弃他之后 他一直和女儿相依为命 但这个女儿的性格 却和他大相径庭 两人并没有住在一起 女儿和闺蜜合伙开了一家披草店 可赚到的钱还不够他花销 每次没钱了都会来找伊万要钱 如果伊万因为可口工资 少给了他钱 他还会不高兴 即使这样 伊万依旧拉他当掌中宝 毕竟是自己的女儿 再说女儿的闺蜜 就是黑帮大佬的女儿 是个争强好胜 嫉妒心特别强的女人 在伊万女儿家 看到伊万给女儿戏脉的鞋后 他也会妈上沙娇 让大佬也给他买一双 表面上看起来 女儿是好闺蜜 实际上一直勾心斗角 什么事都要争一个高下 不得不说的是 两人都同时喜欢上了大佬的手下 大块头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 对方已经喜欢上了大块头 这大块头能哭无情 整天就是挂着一副便秘脸 但在女人的眼里 这是一个哭得不能再哭的人 生活娘姐妹的芳心 同时她也是个渣男 一边跟伊万的女儿在一起 一边又和大佬的女儿打得火热 姐妹娘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伊万的女儿甚至都想到了 和她结婚生子 幸福地过完下半辈子 这天 大块头和伊万女儿正happy的时候 接到了大佬的电话 有一个狙击任务 马上要执行 成功后可以拉到一大别的报酬 大块头 立马赶到大佬的办公室 拿到了任务单 开车向目的地而去 大佬这亲自拿起了狙击枪 找起了最有力的狙击位置 成见的她 在部队就是神枪兽 也是靠遮精准的枪拔 在黑社会逆了株 一切准备就绪后 大佬以尽端起枪 埋伏在了目标的必经之路 在目标准备上车离开时 大佬连开几枪 在几秒钟之内 解决了目标 大块头 正立马坐上了目标车 开着车扬长而去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 心运流水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结束完这一切 大块头驾车 将尸体运到了 伊万这里销毁 大佬依然跟以前一样 听着伊万给他讲述 小说中的故事 大块头 这去到楼上的酒吧 说要报酬 当报酬拉到手后 狡猾的合伙人 想要在赌桌上 把报酬赢回来 却不想 大块头居然是一个赌博高手 不但没把钱拿回来 自己还搭进去一大笔钱 心里不爽的他 立马下楼找大佬讨要说法 说大块头出老千 大佬当然躺护自己的手下 对合伙人的话置之不拟 合伙人一气之下 逃出枪 想要接过了大佬 却不想 大佬先一步开枪 放到了合伙人 和伊万一起 手脚利落地 把合伙人推进的锅炉 毁尸灭迹 等合伙人的手下 下来找他时 哪里还能找到他的身影 结束完这一切大块头 转身便去到了 伊万女儿的家里 继续嗨疲 可好巧不巧 闺蜜也在这时 来到伊万女儿家 找他玩耍 按下门铃后 却发现 开门的是自己的男友 大块头 只见他裹着一条浴巾 连傻子都知道 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闺蜜也在这时意识到 自己头上 顶着一大片 青青草原 越想越生气 他要抢回自己的男朋友 回到家后 他开始挑拨大老父亲 和伊万的关系 他说 凭什么伊万是部队的英雄 而你只是一个 小小的狙击手 大老告诉他 伊万在战争中 名声赫赫 立下了不少战功 英雄这个称号 实至名归 要不是在执行任务时 部下犯下错误 伊万根本不可能 受伤而退役 沦落到这种地步 而自己 只是一个小小的狙击手 甚至连现在的账 都没打过 怎么能和伊万比呢 闺蜜还想说什么 大块头在这时 走了进来 他也只好闭嘴 离开了房间 但他没有想过 要放过伊万的女儿 从那之后 他开始处处 找伊万女儿的麻烦 哪怕是伊万女儿 因为去了工厂 检查披萨的进度 而迟到一分钟 他也会指着伊万女儿 大骂一顿 伊万女儿根本就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既然无法让大老父亲 报复伊万 那就从伊万的女儿下手 这天回到家后 他又找到了 自己的大老父亲 说伊万女儿 一分钱都没有偷 店里赚到的钱 却要和他五五分账 他觉得这样不公平 要把伊万女儿赶走 可到老父亲 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 这个开店的主意 就是伊万女儿提出来的 并且 皮炒的原材料 也是伊万女儿搞定 运到这里的 皮炒的营销什么的 都是伊万女儿在做主 他们只是偷钱 开了店而已 你赢给伊万女儿 分一半的钱 闺蜜这下生气了 他大吵着 要把伊万女儿赶出去 还污蔑他 经常偷店里的钱 虽然知道是自己女儿 无理取劳 但毕竟是自己的宝贝女儿 既然女儿很不喜欢伊万女儿 那就帮他完成心愿 反正杀一个人 对大佬来说 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他将大块头叫了进来 让他去完成这件事 忠心耿耿的大块头 当即就去到了伊万女儿家里 女儿因为知道他的到来 还特意做好了午饭 随之大块头突然掏出匕首 一刀便接过了伊万女儿的性命 随后将他装进麻袋 往锅炉房而去 却忽略了女儿拉下的一只高跟鞋 跟往常一样 大块头包着女儿的尸体 就扔进了锅炉里 平时伊万都不管的 但这时他注意到了 尸体遗落下的另一只高跟鞋 大佬还是像以前一样 让伊万给他说小说中的故事 但这是伊万心中生起一股 不祥的预感 根本就没心情给他讲故事听 在大佬走后 伊万让一名工人给他顶班 自己则坐上了寻找女儿的公交车 一路上忧心忡忡 好不容易到了女儿上班的批草店里 却被告知女儿一天都没出现 闺蜜还在一旁添油家处 说女儿偷了店里的钱 可能跟哪个男人跑了 伊万更加担心起来 马不停停地一往女儿家里赶去 到了女儿家门口 按了半天门铃也没人来开门 伊万只好拿出自己的备用钥匙 打开了门 一进门便发现了门口遗落的高跟鞋 想起锅炉房里掉落的那一只 伊万彻底明白过来 女儿已经遇难 来不及难过 伊万烧掉了女儿的鞋子和照片 眼中燃起了复仇的火焰 换上了许久未穿 却依然展现了军装 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徒步向着大佬的家中而去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敲开了大佬的门 大佬还以为是来虚旧的 给他炫耀自己的滑雪杆 伊万将滑雪杆拿在手里把玩 突然吃相的 还在滔滔不绝的大佬胸口 大佬当场毙秘 大块头纹身过来想要拔枪 又被伊万一杆吃中颈部 随后赶过来的闺蜜 看折倒地的良人 吓得发出了尖叫声 伊万没有对他下手 毕竟自己曾经也有一个 如花似玉的女儿 做完该做的事情 伊万释然地回到了锅炉房 一个经常来玩的小女孩 拦住了她 让她讲讲坏蛋的故事 伊万说 我曾经以为自己还剩一个朋友 没想到她是一个坏人 刚刚我少了两个人 那是我这辈子第二场战争 同时也是我这辈子 最后一场战争 打发走小女孩后 伊万端坐在锅炉前 最后看了一眼 刚刚被烧掉的女儿 缓缓掏出了腰间的匕首 用力地划向了肢体的手腕 这一辈子她已经没有留恋 没有任何活下去的希望 郭卢公描述一种并不激烈 但异常冷酷的暴力 她并非典型的黑帮电影 更多是一部社会写实作品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原片 特别是男同胞们 这部电影一定能给你 一些不一样的惊喜 好了 今到这里 请忽略我的普通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